黑暗碎龙 有事吗 就是 今天的庆典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是啊 我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 我和朋友们竟然有容易勋章了 为什么不相信 那可是你应得的 毕竟你从重劫女王手中救下了 小玛丽亚在特里克西 特瑞斯还有无序的帮助下 是的 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在现场 哦 对 那你穿什么 不知道 怎么了 要上装打扮 不用 我是说是的 就像真奇常说的 盛大的场合怎么打扮都不会过分 你会是那匹最耀眼的小马 你这是在看什么 别 别回头 刚才有一只蜘蛛 不过它现在已经走了 所以谢谢你 再见 它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合作得太好了 紫月 这样啊 那太好了 你说 这礼物怎么样 我想传达的意思是 作为你的导师和朋友 为你感到骄傲 因为你 小玛丽亚更安全了 哦 我以为你要送她镜子 和你的一样 没错啊 家长卡片吧 一面镜子表达不了这么多 她会喜欢它 她的房间正需要面镜子 每当她醒来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她的朋友们 我准备在庆典结束后送给她 说到这个 你不用去城堡为庆典做准备吗 不用 碧琪会搞定的 嗯 啊 哈 啊 嘴 i know you are my very best friends 星光翼翼 特里克西 特瑞斯 吴旭 面对危险毫不畏惧 遇到挑战随机应变 他们互相合作亲密无间 在这次逆境中 他们证明了有意的魔力 他们阻止了重建女王 不仅拯救了小玛丽亚 还帮助幻醒族摆脱了她的魔爪 加油 吴旭 我们为他们自豪 也非常荣幸能为他们颁发 小玛丽亚粉色勇气之心 还不行 还没有 快了 快进去了 耶 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 伟大英勇的特利克西 非常荣幸能救你于水深火热之中 是啊 这都是因为你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真不敢相信 你居然没有使用魔法 这真是太厉害了 没有谁能那样抵挡住重建的力量 哦 我只是做了所有小马都会做的事 这种感觉很好 是不是 尤其是看着自己的学生如此的出类拔萃 我的脸都笑酸了 今天应该是我笑得最多的一天了 我想我能体会到你现在的感受 没错 星光异议是今年最棒的学生 他真的非常有潜力 所以我们该怎么栽培他 别误会 我说的我们 单指你 你作为他的导师 他将来的命运可是完全要靠你来决定的 这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为他准备好 接下来三年的友谊课程了 你笑什么 显然 友谊基础课已经不能满足星光异议了 他拯救了小玛丽亚获得了奖章 我猜你是开玩笑的 我说的对不对啊 紫月 我是开玩笑的 看来你已经为他制定了一份大师计划 就像宇宙公主当初为你制定的一样 又知道最后他成就了你这位公主 对 哦 很好 我想星光异议他肯定很想听到这个消息 你现在治理整个王国 进行的还顺利吗 有一点力不从心 不过会调整好的 所以不改变就交不到朋友是吗 呃 你也不完全是 哦 星光异议 紫月公主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们 其实是告诉你 不过我很好奇 也想听听 好的 那我先失陪 好吧 有什么事 其实 紫月是想说一下 她为你精心准备的大师计划 是吗 我也在想 接下来学什么呢 是啊 应该说我们两个都非常好奇 呃 大师计划 我是有个大师计划 不过在派对上说这个 显然不是什么好时机 你该好好享受 星光异议 快来 小马谷冰年史要给我们拍仗的 呃 还有你 吴雪 呃 呃 嘻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知道 当然了 我知道你已经挑好了一个最佳时机 准备当着所有小马的面 宣布你的大师计划 太好了 紫月 我要赶紧去告诉柔弱他们 不许 等等 紫月 你又在派对上看书 紫月 不不不 这个她已经会了 这个也掌握了 这个是她教我的 让我猜猜 你有麻烦了 碎龙 我是不称职的老师 我都没有帮星光异议设计未来 当初宇宙公主全都为我安排好了 有了 我还设计了好几年的友谊课程 可是当我们被冲剑女王抓去 星光异议站了出来 我想我的友谊课程已经不能满足她了 看来你的学生比预期的更厉害 似曾相识啊 所以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知道如果你是我 我是星光异议 你肯定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现在你要假装是你而我是我 继续说 当我还是你的学生 你在这里 你 哦不 你送我去了小马谷 也就是说 我也要把星光异议送走了 真不敢相信 已经到了星光异议该离开的时候了 是吗 这个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 虽然很难 可你心里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就算再舍不得 你想送她去哪儿 呃 太快了 不 这是我必须做的 哦天哪 哦天哪 不管紫月为星光异议计划了什么 肯定都很激动人心 可她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向我们透露 可能你们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清净 嘿嘿嘿 开个玩笑 她希望给她一个惊喜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她的计划 她打算当众宣布 太激动人心了 也很惊喜 那一般派对策划人会知道所有的计划 对 她肯定有计划 你看啊 紫月什么时候不想好就做事了 哦 我可不想把她送错地方 啊 该送哪呢 我知道了 自从打败了重建女王 星光异议已经开始教唤醒族 如何适应社会了 或许可以送她去那里 真酷啊 如果星光异议去唤醒族 她可以帮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好的 有一第一课 我和特瑞斯来示范什么是妥协 星光异议 午餐我想吃金银花花蜜 可我想吃三明治 哦不 我们该怎么办呢 打架 谁打赢了就听谁的 对 打赢了就听谁的 或者 我和特瑞斯可以商量看看 找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星光异议 和你商量一下 中午就吃金银花花生酱三明治怎么样啊 好啊 这个听起来非常不错 问题解决 原来是这样 要这么解决 这不像是星光异议和特瑞斯的风格 这是紫月的幻想碎龙 这一段其实幻想得不错 谢谢 星光异议是小马谷最聪明 最能干的小马 好吧 一看就是紫月的杰作 这个选择对星光异议来说不错 如何体会友谊之爱 幻想族的确还有很多要学的 看来星光异议要忙好一阵了 但是我相信 她的辛苦肯定会有回报 可是万一 万一有一个幻想族心存不轨的话 嗨 我的名字是星光异议 你叫什么 康尼克 真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你的翅膀还真是 透明 幸亏我是一匹小马 你们喜欢虫子吗 他在那里 抓住他 别让他跑啊 别让他跑啊 不会发生那种事吧 很有可能 我不能随便送他去连宇宙公主都不知道的地方 没想到我还成了借口 不过说的也没错 就连我都不知道结局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你必须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 再想想再想想 哦 和龙在一起呢 我可以送星光异议去龙之狱 他们和火苗玩得很开心 火苗 星光异议 我们来玩个惊险刺激的游戏吧 好啊 紫月 这一点都不像火苗或者星光异议啊 谁能料到他们会玩什么呢 好吓人 星光异议会喜欢龙之狱的 在给他的信中 我描述了很多有趣的事 火把圣域 龙足超级碗 龙掌游戏 星光异议能在那里玩很久 但同样的 不是所有的龙都喜欢小马 嘿 小星星 我叫星光异议 小星异议 星光异议 随便和我们玩吧 这是往哪儿跳 龙岩 什么 紫月这太疯狂了 星光异议的魔法很厉害 在掉进龙岩之前 它可以自己停住 可是万一它根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呢 试试难料 碎龙 我必须为它想一个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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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送它去水晶帝国 和日光耀耀继续研究魔法 这就完美了 日光耀耀在魔法上的噪音和星光异议旗鼓相当 我知道了 只要把你的鸡脚直接放进药水里 幻想你想变出的钟表 就是这样 它们能成为小玛丽亚史上最杰出的独奖兽 成功了 快 下一个是什么 当然 魔法学习是终生的学习 星光异议可以留在这儿一段时间 尤其是当它们开始尝试复杂的魔法 三 二 一 它们要是太热重了怎么办 我从没想到将星星漩涡的幻影咒语 和空间波结合起来 你说 要是再加入梦游咒语的话 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设想正确的话 那我们就能将过去丢失的东西都找回来 不 千万不要 你心不意 不 紫月 快从幻想中出来 冷静 紫月 那不是真的 那可能成真 好吧 我根本不想把它送走 我该怎么办 你是在笑我吗 你居然在嘲笑我 紫月 我没有 我像是因为我曾经有过和你一样的担心 什么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很久以前 有一匹非常聪明的小马 它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你说的是紫月吗 我看不到你脑海里的东西 是的 碎龙 我不断为它的新发现感到意外和欣喜 可是很快我发现它对学术的追求 妨碍了它的全方面发展 你是说那样让它变得孤僻 是的 碎龙 我必须做出决定 可那非常不容易 也许我该把图书馆给关掉 在城堡里举行派对 这样它就能和其他小马进行交流了 我必须送它走 我知道小马谷有一群特殊的小马 可我不停地想出新的理由打消送走你的想法 遇上歇尾尸怎么办 它要是被拖进塔塔洛斯呢 或者更糟的 万一不合群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回答吗 我想不用了 我就这样把你继续留在坎特洛特 最后我发现我会焦虑是因为 我打心底就不想送你走 真的吗 我非常喜欢你当我的学生 在教导你的过程中 我也能得到很多启发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是我害怕等你交到朋友 就不再需要我了 宇宙公主 不是那样的 我一直都需要你 我想心功意义她的想法和你的是一样的 如果你担心这个 也许是的 有一点 就是这 很担心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时间的考验 我想你我用事实证明了 放手让她去飞 并不意味着你在她生命中就不重要了 谢谢你 如果你还是担心 你可以让她经常给你写信呢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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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不小心说漏了嘴 你今晚会宣布对星光熠熠的计划 我太笨了 可是我们都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话 我说你不会到现在都没想好吧 紫月 天哪 那样的话 你的脸可就丢大了 谢谢你 无须 不客气 我一直希望能帮忙 我有话想对大家说 大家都知道 星光异议成为我的学生有段时间了 其实我也非常希望她能一直做我的学生 可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无法实现了 星光异议 你用事实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宽容 忠诚 坚强 而且诚实可信的朋友 只要看看站在这里的你结交的朋友们 我就知道我没什么可教你的了 所以今天还要庆祝一件事 请为星光异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欢呼吧 你是个大惊喜 你的未来由你掌握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天哪 还希望你能送她去我那儿 我们可以做室友 你做事还真是出击不意啊 你想怎么庆祝 叫上姑娘们去落马鸡 我们可以为你举办幻形族狂欢 这会非常有意思 或许我们可以去玩点恶作剧 我知道一个咒语 可以把宇宙公主的城堡变成奶酪 你觉不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 我还能想到很多笑话 这些听起来都很不错 可是我 失陪一会儿 抱歉 恭喜 星光异议 谢谢 现在感觉怎么样 开心 惊讶 兴奋 那个 我很感激你 不过 你说的是真的 相信我 这个我考虑了很长时间 我当然相信 星光异议 相信我 你可以的 不 我不行 你在说什么呢 我还没准备好离开 太好了 其实我也没有准备好 给 我给你的礼物 这本来是祝你获得奖章的礼物 后来我又盼着成为离别的礼物 现在这个是 亏你不想走的礼物 这个放出妆台上正好 我知道 我凉过了 谢谢你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但不管如何 我保证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星光异议 哦 哦 哇 感情真好 是啊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